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共一千个目标 网红曼文尽党就赚钱 中共介入台湾大选黑招 大家好 欢迎你收看国际新闻眼 我是美玲 9月1日 中共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闭幕 中共军事法院院长程东方突然被免职 有分析认为 这样说明习近平长军出了大问题 去年12月30日 有中共海军少将军衔的程东方 被英明为军事法院院长 他上任先8个月就突然被免职 而且去向未明 作为一位军队高级将领 为什么不声音不响 就突然遭到免职呢 他犯了什么过错呢 这样令人不禁联想到 近日中共国防部发言人 在回应火箭军高级指挥官改组 以及失踪几个月的 中共前国防部长魏凤和时 说的打击每一个腐败官员 对此一类美时评人张天亮分析说 这样基本坐实了火箭军前后任高层 被一窝端的传言 但I-烽和是中共副国级官员 不可能只是因为贪腐被查 一定是政治问题 而这样也显示出 习近平对军队的掌控出了大问题 7月20、21日 习近平在北京召开全军党建会议 说要着力解决 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按照习的说法 既然党对军队的领导是突出问题 都说明党对军队的领导已经有点失控了 日前 中共解放军部发表文章 关于加强和改进新时代 我军政治工作 似乎都认证了这一点 该文说 我们党通过确立领导军队的一整套制度 由者套制度作保证 党和国家就乱不了 部队就散不了 阴谋家就反不了 从来没有一支承建制的队伍 被敌人拉过去 也没有任何人可以利用军队 来达到他的个人目的 下面这句说话更怒骨 如果下个命令 没有党代表的存名 士兵对这个命令就要怀疑的 这个简直是跟中共全军说 只可以听习近平一个人 而且这些越来越直白的说话 等于习近平引导警告中共全军 要防范军队发生政变 联想到程东方的突然被免职 和魏凤和的失踪 以及将天亮分析的 党队军队的领导有点失控 看来中共军队内部可能出大事了 由今年9月开始 中国重庆开始实施 反间谍工作条例 而作家莫言都被举报成为是间谍 在习近平之下出现了这种文革卷刀重来之势 有学者都分析了习近平和毛泽东的相似之处 今年7月底 重庆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通过 重庆市反间谍工作条例 主要内容有 要求住外机构和人员制定政治上的安全计划 对重庆市各机关安排的海外交流和旅行 做严格审查 在媒体上要广泛宣传反间谍内容 大学课程和公务员训练都要加入反间谍内容 甚至快递服务公司都要接受国安审查才能够营运 重庆里面大张旗鼓金进行反间谍条例为民众洗脑 而网络上都有人举报作家莫言是间谍 8月31号 微博用户无声火发微博话已举报了莫言 因为他怀疑莫言是文化间谍 该网友还要求莫言站出来回答他是不是文化间谍 海外网友对此大多都表现得比较冷静 网友留言说 这个不是大字报咯 有人似乎是感受到文革的气息 回来了全部都回来了 还有人说 看这个样子严谏地真是不配得落奖 原先有漂泊在外的 有把奴隶坐穿的 现在又有一个被举报成为间谍的 对剩下的一位大家都只有拭目以待了 这样都令人联想到中共党魁习近平 这几年来类似毛泽东的举动 据美国之音报导 文革史学家 美国加州州立大学 洛杉矶分校荣优教授宋荣毅 在《毛泽东和文化大革命政治心理和文化基因的浅述》一书当中 分析了毛泽东和习近平都有的多而差异的病态人格 宋永毅说 毛泽东是一代梟雄 而习近平是首成的一代 和第一代领袖相比 抵气不足 这样就更加造成了他对人的差异 和亦真亦假的危机感 导致了他在很多政策上的失误 独裁者做到一定程度 心理必然变态 将心里的阴谋诡计强加于同僚的头上 然后将他们作为假想敌人进行清洗 宋永毅都分析了毛泽东自欺欺人的政治妄想症 将自己看作是人民意志和人民利益的当然代表 宋永毅说 这个和习近平的 我将无我不负人民 有明显的相同之处 至于习近平晚期怎么收场 宋永毅指出 无非是两个结局 第一 最后好像毛泽东那样 在无穷尽的权斗当中消耗完他自己一生 第二 好像普京那样陷入战争的泥潭 中共9月1号出台了 国使无前例的爱国国家豁免法 分析认为 这样将会进一步加剧中共在国际的孤立 并令外资加速撤离 爱国国家豁免法计划 在明年1月1号开始实施 法案共有23条 涉及到6个方面 包括中国法院可针对 爱国的6类非主权行为 引发的诉讼行使管轻权权 例如说非主权行为 造成的人生伤害和财产损害 以及商业活动等 而且对于爱国国家的商业活动财产 中国法院可以在一定条件下 予以强制执行 中共表示 美国对大量的中国企业进行制裁 当爱国国家豁免法出台之后 这些被制裁的企业 就能够在中国法院起诉美国政府 但是中共可不可以如远呢? 巨人权律师吴少平分析说 中共在过去这几年 很多的做法违反了国际法 都侵害了他国国民和他国国家的权利 所以才遭到起诉 中共这个政府经常在国外被起诉 那么现在中共都要出来一套法律 你都可以在中共国作为被告 吴少平认为 中共这样做是在适得其反 由反爱国制裁法到反间谍法 到今天的爱国国家豁免法 显然中共是有目的一步步 在实施这件事 中共它想和美国在全球争霸 但是就适得其反 因为中共经济在走向衰退 正是需要更加多的国际投资 更多的出口来保证经济的发展 中共出台了这些法律之后 它一定会将自己和整个世界 更加地鼓立起来 而美国圣约汉大学法律博士 陈彤也认为 中共这样做会进一步打击 在华企业的信心 从而导致爱之加速撤离 美国印太司令阿辉利洛 日前发出惊人之语 要对中共在24小时内 攻击1000个目标 中共如果要攻台 美军可能会针对 哪1000个目标反击中共呢 8月28日 美国国防部副部长 希克斯在新兴国防技术会议 上面首次披露美军的复制者计划 宣布美军准备在18-24个月中 制造并部署几千架横跨空中 海上和陆地的廉价无人机 在不得不和中共作战的时候 帮美军人都胜利 而且可以令更少的人 沿处于火线当中 还带带缩短更新 改良和交货时间 希克斯强调 我们必须确保中共领导人 每天醒了过来 考虑侵台风险的时候 都会得出这样的结论 今天还不是时候 不单只是今天 而是由现在到2027年 2035年 2049年 以及以后的每一天 出席该会议的 美国印太司令 阿斐利洛表示 我有一个衡量标准 24小时内攻击1000个目标 阿斐利洛说 这个作战概念 有助于扩大美军 在这个战区的优势 他提到一个术语 地獄警像 军事评论家沈洲 在大紀元站文分析说 希克斯提到的美军 将发速部署的无人机 最有可能的估计是 XQ-58 雷武神无人机 美国空军一直在研发该系统 属于低成本又可消耗的类型 无人机搭配什么武器 攻击中共的1000个目标呢 沈洲认为 美军的南射和潜射性战虎巡航飞弹 在获得命令之后 就可以立即发射 一手神盾艰 如果配备20枚战虎巡航飞弹 隔3分钟发射一枚 一个钟头就可以打完 这样意味着一个半钟头或者两个钟头 几百枚甚至是上千枚的 战虎巡航飞弹 就会命中中共的目标 如果美军的潜艇和战艦提前保处好 战虎巡航飞弹 在第一阶段就可以发射 1500至1900枚 这个时候再搭配美军的无人机群 可能和美军的轰炸机 同时空袭中共 美军战虎巡航飞弹攻击的目标有哪些呢 沈洲推测应该包括中共的防空系统 火箭军发射车 和指挥通讯中心等 中共舍在沿海的机场 油库 火箭库 登陆艦集结港口 铁路转运站和电站等都会成为目标 阿斐里洛所说的1000个目标 应该是自几千个无人机群攻击的目标 日前 台湾网红管长陈志汉 和文进党立委赖饼隔空开火 动机令人好奇 有分析认为 不少大风向的网红被中共影响 只要骂文进党就有钱赚 8月初文进党成立 北区姐妹台湾选节之友会 安排空姐应援团业务 结果被批评是密化女性 网红管长立即在直播当中说 文进党立委赖饼饼角色扮演是密化动画 然后又批评她的爸爸 云炮能员董事长赖饼饼 踏上核能议题质疑六能涉弊 赖饼饼的Facebook看起来 都似乎被网军攻击了 同时中国抖音平台上 都出现了攻击赖饼饼的几十个影片 还有几个帐号对管长的直播影片进行了展辑 并制作吹碰管长 民进党总统参选人安文哲 或者是对民进党不利的内容 也有帐户互相留言和点赞 因为这些人都是管长不熟悉的领域 对此有人猜测 是不是有人指使管长攻击赖饼饼 妇女和云炮能源呢 日前日本刹经新闻台北之局长 自把明夫在讲座当中做出分析 中共对台湾的渗透非常严重 而且在不停地改变渗透方式 自把明夫说 网红算是自媒体 靠着广告的收益赚钱 只要网红闹云进党 中共就会由海外带来很多流量 还有不少的人提供赞助 而这里其中最明显的例子 就是开健身房的老板 他过去支持民进党 后来发现这个是财富密码 只要罵民进党就可以赚钱 而且很多网红都在这里得到不少收入 自把明夫指出 台湾在疫情阶段接连出现口罩危机 疫苗危机和快新危机 国外都发生了这些事 但只有在台湾 这些事情才会变成大问题 这就说明台湾民众被带风向的情况非常严重 因此在2022年的九合一选举当中 民进党输得很惨 因为这些网红可能并没有跟中共直接合作 也没有违反反渗透法 所以民进党现在比较难以应对 好了 以上是今天的全部内容 多谢你的关注 我们明天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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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